我是Philip 然後我今天要主要介紹就是Dark在RespeyPi 然後和KomoOS 那為什麼RespeyPi 我就是我很喜歡他 主要是因為這樣 然後說後來就是拿來 隨便人家的文章 然後就是我的簡介 然後我也是 User Group的那個夥伴 那我主要是在那個 台北東東那個 然後這個是我的小作品 OK 那最近就是在研究Dark跟KomoOS 然後還有一個MQTT MQTT還蠻好玩的 就是 拿來接收那個RealTime的Data 那這裡是RespeyPi RealTime 那待會一分鐘就會 就會丟MQTT的Message 他就是 他就是 因為他用來做一些訊息傳遞 然後他是PubSup 那我等於之後也是會把這個MQTT 設備放在Dark中間 我就是用那個 主要設個Window就是Pi的Window CPU溫度跟GPU 那就是 主要就是 他就可以 我們可以接收一些Data 然後可能之後就是用捨備這個 這個Interpeak的Search 然後用Logxtension 這個主要以後就是用來接一些資料 所以如果你們對這個流進去 可以 我們兩個也可以一起討論一下 你看 你有現在遇到一些些問題 好 好 那 那大家都知道 Watcher Machine的這個技術 然後在Watcher Machine之前 那他就是 你看你要裝一台電腦 你就要再花香檬時間 所以如果史高利航生 他跑來叫你 那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就 他就會跑掉 因為你沒辦法 你要一台一台裝嘛 但是你到之後 到Watcher Machine技術出現之後 哇 那你還是 但是你還是要裝一台嘛 是不是 那所以一樣 小姐還是會跑走 對不對 因為你要花很多時間在上面 所以 你看 如果你是IT的痛嘛 但是大家都是充斥這IT的 你看你view環境 光view這個就會跑痛 所以 對 就什麼是Data 然後 像我們那個H4的 信仰還很喜歡主菜 就拿出來比 然後他外面還有愛料理的也有 都有沒有人來 你知道嗎 我們就拿師傅來評語好了 那 那 剛剛講到Index這個Data 其實你就可以把它看成是一個Material 然後 這個 像我是用 我用無邦圖 所以用Data AVT GitHub 然後 那個Best 這個Image 因為就是這等一下剪好 那你馬上你就 就要補充Data Five就把它比喻成食譜嘛 對不對 那你食譜你用這些材料素材 你一定要寫Data 寫好食譜 甚至 哇 這IndexData還幫你view 對不對 哇 這個廚師還幫你代儲對不對 所以你直接這樣的話馬上 甚至你就只要負責撞寫好你的Data Five 那你馬上 哇 Data 濃湯直接開了就喝了 馬上就不用 就不用再去選 挑食材啊 還要去找自己還要學的主 不用開了就可以用 對不對 所以就是拿那個 糊糊一束的那個 來評語一下這個Data Data濃湯 那 那 常常有人在講這個 這個 Linus Container 這個跟Verture Machine的這個技術 來對比一下 那這是我的觀點啊 我不一定對啦 那你 像我以前玩這個VMware的Server 它其實還是挺要一個HotOS 但是HotOS就是Linus 不然就是Windows 那 你就可以把它比喻成說 你像剛剛 剛剛威力它就是用類似這種方式 它是在一個 比較肥大的不當獨 然後你在裝一個Docker Docker這個 Application 然後它不需要有GastOS的類 但是像我 我是比較喜歡用Chrome OS 它LightWave 你看這個比較像那個 這個VMware的ESACI的這個方法 它這個就是很輕量 它其他它什麼功能都沒有 所以你就用Docker 就用Docker 然後它也沒有GastOS的類似 一樣 那為什麼我用RexperityPi 就是因為第一個要便宜啦 然後就是也很簡單啦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 插插就可以玩了 反正SD卡 插插就玩 最重要的是它就是好玩而已啦 就是有趣 然後它也是General Focus 現在很多東西都可以在上面執行 對 大概可以想得到的都可以在上面執行 基本上就是一個PC 然後再來一個問題 再一個趨勢就是 以後AIM的Server 大概應該是已經趨勢了啦 AIM的Server已經是趨勢 像那個 像那個有一個Open Power 有Parallel 它16顆CPU 它好像有64顆CPU 然後這一次在那個 Open Server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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acebook辦的 它就是專門講 Open Hub 就是用Open Server的一個 論壇就對了 像剛剛講的Parallel 這一個公司 它也有去參加 那這是Facebook辦的 所以基本上 我看像這些大的 他們的業者大概就是 連這種Server的規格 它也是會遇到 好 好 那再來 還有一個原因是 因為我去年在Cost Club 然後就拿 就是他們就送我一台 所以就先幫我廣告一下 對對對 它是送我一台 送我一台 那大家得跟 你要裝怎麼裝呢 那就是 一開始就是 就是最早這個 這個我不太會唸 這個就是 那個 就是Docker的前公司 Docker Crown 這個 他就一開始就 這是他員工 就是Docker的員工 裡面的軟體工程師 他就把它裝在 Receptify 最早就是這一點 那後來就這一個 他就是把Docker 這個後來又把它 剪接一些步驟 大概只有四個步驟 就可以把Docker 在Receptify上面裝 然後有一些Demon 有一些Service 然後這篇也解釋得更清楚 所以基本上 如果你在 The Serpentify就是先裝 Arch這個Ninas 裝完之後 再送Docker 然後你翻 就這幾篇其實 最重要應該是這一篇 這篇比較簡單 大概就是幾個步驟 原本他這個步驟很繁瑣 那我那時候一開始看到這一篇的時候 試不出來 後來 後來又四個步驟 簡單四個步驟 你就裝好這個Receptify 在Docker上面就裝好 幾個步驟而已 所以一開始要先從你 教你下載那個 Arch的那個Image 裝完 然後就幾個步驟 他就可以開始跑 把這個他就開始跑 跑那個Google Code的 OK 所以他就 這個如果你有興趣可以 可以就是稍微看一下 那我看可能很少人用Receptify 跑那個 跑Docker 我就是覺得 因為當時之前 一個電腦沒有那麼powerful 可以跑 同時跑很多OS 所以我就是 要玩的話就知道我先拿Receptify 然後那個電腦就是爛電腦 只有雙盒的 那原本就有跑一些程式 所以我也沒辦法 把他變成一個 那個 把電腦機器 然後去跑Docker 所以就先拿Receptify來玩 OK 好 那為什麼要用 ConeOS 再來就是 像剛剛講的 Lightway 因為 他就是很輕量嘛 然後再來就是他很乾淨 然後再來就是他原生 就直接裝了ConeOS 你就可以 裡面就有Docker 一樣 開了就喝 喝了就飽了 好 那我們就介紹這個 這個ConeOS 它是從那個Chrome Chromeme ChromemeOS 改過來的 所以 然後它的platform就這麼多 EC2 然後Google的這個computer engine 所以 那其他 Rachel Machines的這個platform也有 像 Rachel Box 好像也有吧 Rachel Box有嗎 你造成本書 因為我都用Bonewell 所以 如果 我是覺得啦 如果你覺得 如果你乾脆就直接用 用ConeOS 就學Docker 更快 也不用再去裝Docker 再去在你的0.2.0 直接用ConeOS 就比較方便 主要也是因為它 Cone Cone的這個fone資源很多 所以你基本上 你這邊Build好之後無縫 基本上就可以補到這些EC2了 對不對 但它不是那個FreeTile的啦 因為你FreeTile的那個棉被 棉被的那個Solution 只有Linus跟Windows MicroTile的Tile 所以你的ConeOS可能要付費 就是ConeOS掛上去的話 可能還是要付一些費用 那重點就是 它還有Cluster的機制 這一個 它的Cluster機制 所以 我覺得這個應該 它以後可能也是 滿有潛力的 就是 它就是 你直接它就是有Cluster的一個機制 然後你甚至 你就 那個Container就可以切來切去 切來切去 所以它這個Cluster內容 因為它很新 它還在發展 所以現在 我們就可以稍微觀望一下 好 那當然就這個 就是 它有一個特點 這個PTCD PTCD這個機制 它就是 Based Web Service 這樣 可是它現在目前還不支援ARM 目前還沒有 還沒有支援 但是 那時候這篇文章就是 他們在討論 到底要不要支援ARM 然後ConeOS好像裡面 都管理工程師 都認為ARM的社會還不是主流 所以它可能現在 目前還不打算Support就對了 他們就在爭論這個部分 有人就留言 對啊 這個好像是ConeOS的工程師 他們就在爭論這件事情 好 那問題是 像剛剛講的Based跟Image 其實有一些問題 問題就是說 如果人家在裡面的Image 裝了一些東西 裝了early的程式 或裝什麼東西 你其實不知道 對不對 所以 我是覺得 當然建議還是建議 裝這個Option的Image 不然就是它有Trust Go Trust Go 意思就是 它把它丟在BeHop 然後它的Dark File都是透明的 然後它是 它是Index連Dark幫你幫忙Build的 就是剛剛講的 它會幫你Build 所以它會有一個Trust的勾勾 然後這個是Office 通常就是它官方的 所以我覺得 我個人是 比較會懷疑 懷疑言 所以我是覺得 我是比較相信這兩種 兩種Image 像這個就 它有 這是官方的 有哪一些Image 有哪一些Image 它有這些Image 這銀行蓋滿多的 它就有這些Image 可以去拉 然後再來就是 如果你不想要用它們官方的Image 你可以自己 用它的這個Script 自己稍微改一改 改成適合自己的 包含有話記著 還有這個 就自己去Build 那個Basic Image 它這些也是Arch 它這些也是Arch Arch Arch Bdbox 喔這Debian 應該這Debian 我忘記了 大家好 這個叫熱門點 所以像 因為基本上 我覺得整個OneDock的過程 最難還是在Build Basic Image Basic Image Basic Image 所以這個 我覺得是最複雜的 像 我點過來看 所以 問題來啊 可是問題是 其實基本上你Build一個Service 你還是要有一個正確的Init Process 這個Init Process 這個Init Process 這個沒辦法 你不能知道說到底別人建的 這是正確的 在這SysLog 是更重要 SysLog 我覺得這個 我覺得比他還重要 我覺得 因為你一定要有Log 不然你沒有Log的話 你怎麼Trace一些 你的程式 到底有沒有OK 那 那空Jub 空Jub倒是還好啦 看你個人 那SSH 這個有時候 有些人也想要 所以這個 它這個 就有一個文章 就討論說 它這個Basic Image的問題 對不對 你這個Basic Image 可能會壞掉 所以 可以看看 這邊文章也不錯 它就是在介紹 介紹這部分 所以它就自己 它就幫幫大家 就View一個Basic Image 還有正確的Init 這個Init 這個Init的Process 還有SysLog 空D 空D 空D面的 然後SSH的SERV 所以可以看到 它就有提供一個Basic Image 它就有提供一個Basic Image 它就有提供一個Basic Image 這個 好 那 但是問題是 這樣還是你還是要必須要做個VMA 就是管理工程的 在驗證 那一樣 這邊我們就講剛剛這個 這個 做CI的 那它就是 它這一個 它就說它是support Duck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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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就幫個 這個CI Ci2 Opensource的CI2 它也是原Duck 所以我覺得 CI還是有必要啦 就是說你要去 verify 你的Image 還是滿必要的 然後 Jankys也有support 那這個 Jankys 如果 Jankys 有一定滿多人應該可能會有問題 Jankys 也有 但因為我自己還沒有 還沒有用過Jankys 所以我覺得 但是你 其實也有人用 用 一樣 你看 什麼都在raspberry pie 都有 等等等等 這裡就是 有人就在 Jankys 然後raspberry pie 什麼都有 真的 它是 它基本上 大概是 什麼人的 什麼東西都可以在上面找到 可是它是 它不是用ARM的 它好像是用 raspberry pie的simulator 我後來稍微看了一下 它好像是用模擬器 所以 我拉下來 好像在我raspberry pie不能自行 對不對 那問題又來了 就是 就是 照理這種 close platform的build 到底有沒有可能 對不對 就像我們 你做 你寫 像你用Mac 寫APP 那它其實也是 close compiler 那一樣啊 close build 到底有沒有可能 現在是沒有啦 但是我認為以後有可能 如果你ARM server 揹揹起來的話 你可能 直接在你x86 就是直接compile 揹你的一個 ARM打殼 說不定就可以了 對啦 這我只是疑問而已 那我覺得這應該是 有可能 我覺得是 因為未來可能就 ARM server再起來的話 就有可能 那這是我那時候去參加 那個 amadon的那個 concarta 就是 他那個會議 然後他就是 其實他有講到 講到幾個startup的一些 這個入耳啦 那就是 有其中一個就是 go crown go home 就是 就是你 不然你就直接上雲端 不然就是回家吧 對對對 所以他意思就是 你要 如果要startup的話 那再來就是入耳11的話 就是你要早一點用西洋 在這個automation的工具 好 那我就開始live demo了 那我那時候也是在 RoseberryPi 好 開始了 那這個RoseberryPi RoseberryPi 好 那我有哪些套 他view了幾個 好 OK 因為字應該可以吧 字應該看得到 好 那我就 直接先demo這個 像我跟Willy的方式就不大一樣 我比較喜歡用 用這interlative的方式 因為 因為你其實老實說 每次dark在那邊都會出錯 然後我就挺好有 我乾脆在這邊用 用那個batch model 好 那像剛剛 給Paul 遠端周面3389 Paul OK 錯了 嗯 嗯 這是什麼錯 Paul 對對對 因為我開了 抱歉 抱歉 因為我把弟們 上 我把Key了掉 好 就不知道可以打得這麼短 我每次都複製貼傷 不知道可以打那麼短 剛剛還知道看 Willy他這樣 原來可以打那麼短 不過每次都換 哇 都打那麼長 OK 好 先用 這樣比較方式 好 好 先Paul 其實前面這個 像這個是IP 那像剛剛Willy就沒有打這個IP 那為什麼我會打IP 是因為待會兒 我會再用一個虛擬的IP IP 那變成 就可以跑多個 那我自己去Assign給他 做個那個 好 那這樣就進去了 好 那我現在 因為我現在已經裝好 那些XRDB XRDB都已經裝好 那我把它叫起來 好 好 叫起來 那我現在就可以 這樣 OK 好 這邊可以 好 好 所以 可是人應該上去 欸 有什麼 不可以 不可以喔 他本帳號密碼沒有設對 看一下 他能不能發現 欸 停止錄音 啊 哈哈 欸 沒關係 看一下 應該是 沒有 這從天氣 這到底不是選 DNC啊 對啊 這個沒錯 可能 另外一個DNC 好 沒關係 還有悲哀 不用太擔心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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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發現叫錯一面 叫錯旁邊 謝謝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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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忘記了 我叫錯了 對 正常叫錯 請請 好 OK 來 好 因為剛剛我把它停掉了 好 OK 嗯 好 切得掉 沒切得乾淨嗎 這個 這個 剛剛進去那個 RTP的設備室 沒開 15B那個設備室沒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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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說哪個15B 應該是有吧 那你剛剛連進去而已 是啊 啊 對對對對 東西啊 好好 對 抱歉 抱歉 你們比我還厲害 沒開放棄 OK 喔 對 真的沒開 15B還沒開 OK 好 OK 那就連進去 那這樣就有那個 Express 這樣 這樣就可以了 喔 你在contain 裡面 container一樣可以拋這個 X window 對對對 也是這裡面 只是應該要respective 拋就滿意 不過還是OK的 還是有錢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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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這個是沒什麼意義啦 但是 重點是 意義不大 但重點是你 哇 你說不定以後做一個遠端 遠端桌面讓人家 用crown的桌面也不錯 對不對 為什麼會用這個Express window 是因為Express window有一些跟全線有關係的 那個 會有一些相異性 所以其實不是很好 很好view 好 那一樣 那我現在就離開了 那你 那我現在可以看到一個 就一個嗎 那我們現在把它key掉好了 用key掉 直接跳出來 好 現在就停掉了嗎 沒了嗎 那有個技巧就是說 像你不大會喜歡 你不大喜歡寫duck file 那你乾脆就用剛剛那個模式對不對 你連進去 用那個bash mode進去之後 進去完之後 然後你的apt-gate什麼都做好了 你有沒有 好 再設 對不對 apt-gate 好 再做完 乾脆就是直接用dark 去把剛剛那個 這個 變成一個image 好 就這樣 好 看什麼名字 這樣就可以變一個 變成一個image 好 他再來跑 那不知道會不會死掉 這樣就可以變一個image 像你這個就可以變view 有沒有 所以 我是覺得比寫duck file還方便 對不對 因為大家都習慣在這個 interactive console mode 對 console mode 他就可以直接view 也不是說直接view 應該就是說 他把現在這個動態的那個fire 全部變成一個image 對 這樣 我是覺得這樣也滿方便 好 那 再來就 我就示範那個 IP好了 多一個IP 那我這網站是190.168號 100 對190.100 現在IP 來 先按看IP 好 現在 現在 他原本Dock狀況 他就會Dock0 這個 那個網站 那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這個 這個respey file的IP 是2.10 然後 剩下這個 那個loop 好 下面這個是因為 那個container在執行 所以他會有多一個 好 那我跳出來 那我現在就是多一張網卡 好 這張是 好 多一張了 好 那我把它Mapping 剛剛那個 剛剛那個ROM 有沒有 大哥ROM 我把它Mapping過去 那我這樣 然後 我這後面也不用跑 我就用那個 Demon Mode 就是 這個就是containerID containerID 有沒有 這樣 那我現在就用 再連一次 好不好 那就是 連一樣 XWINDOW 好 可以 100 按太快 一樣 好 這樣 又進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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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 一台不夠 再一台好不好 再一台這個先放 再一台 那現在一樣一個IP了 好 再一個IP給他 好 再一個IP給他 好 又一張了 一聲捏鈴 兩張了 100跟1 好 再亂 再亂一台 好 兩台了 好 要兩台了 一個就是 它其實重複的container 隨便離椅子都 沒差 兩個 就 這一個 一個 一個 再來一個 它這個 就像那個 火影忍者影分身一樣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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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等開 好 一個還在動 OK 好 所以啊 因為container就可以一直 一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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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一直弄 OK 好 因為 對啊 它可能 RespabyPi也沒有很快 所以 好 那這樣 大概 就 所以一直跑下去 在壓力底下為什麼壓 蛤 RespabyPi啊 就跑得慢而已啊 就記憶體都吃光以後 不會啊 它會失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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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講說有失滑 它就一直慢下去而已 就慢下去而已啊 不會死掉 應該是不會吧 準備你記憶卡有問題 差一個 差一個 爛卡 爛卡才會那個 SD卡有時候 一直 真的真的 我那個時候插 我那個時候插過那個 別人送的SD卡 不知道是怎樣 不知道很便宜就對了 8G的 哇 怎麼我的RespabyPi常常掛 就是因為那SD卡 配置不好 真的 那後來自己自費套要包買 這次6G 哇 就 不動桃 好 那 就發生了 所以你看 你這個利拉長天很可以 哇 一直 一直複製下去 一直 可能 你只要你的硬體 你的Hawel Performance Go的話 但 哇 真的就是 你就是那個 活影忍者的單位 對不對 那個叫什麼名字 我忘記了 哇 你就一直複製 一直複製 所以這 所以這我為什麼會 我會剛剛拿 拿那個 所以我剛剛為什麼會拿 那個 這個 這個 二級模型來比較 哇 真的 簡直這個就是 軟體威爾剛 對不對 你的省今天都省掉了 太好了 對不對 好 那我們再來換 這下面就是 介紹 ConeOS 那 ConeOS 對 拍誰拍誰 因為我是R的那個夥伴 我在RespabyPi 然後加達克 然後在裡面再放一個R 忘記忘記 這個是必要的戲碼 好 我們再裝一下 好了 然後我去拉那個 拉那個 剛剛有一篇文章的那個 他幫我建一個Basic Image 好 這一個吧 然後用這個 好 好 我給Po了 因為基本上他就是 所以你看你現在假設你今天要建那個 要install那個 好 你要install 你要install 好 他就會 OK 他就可以裝了 對不對 那我就按yes了 因為在裝下去 哇 108Mb 然後裝完你看 我如果按yes裝完完之後 我就用commit 把這個裝好的變成一個image檔案 欸 這樣我就不用寫Dockify了 對不對 那我就直接裝好一個 就臂華一個image 然後馬上就可以算R了 但是我還是要跑一下R 不好意思 呵呵呵 這都拿掉 MBR 喔 這嗎 所以拿回去就可以嗎 有先 我想 不是想說習慣這樣 OK 好 因為我這裡有裝R 好 這個就好了 OK 因為我剛好 就今天找 今天就view一下 就裝完之後 那我就 好 你就可以算 好 喜嘉宜 好 那 大致上大概 Respect法就大概介紹這邊 這邊 好 那我們再來就是空OS 好吧 那我把空OS 因為我是直接用空OS的那個 這一個 image 我直接拉他那個 下載他的image檔案 然後直接就 就直接跑完就 好 那我已經有這個用BOL的 好 裝完就可以了 那 就這樣 好 這 這 我們 好 好 OK 好 好 那 好 那 那 我就連到剛剛那個空OS 就是 好 如果你 反正他拉下來 然後你SSH 進去就是這樣 好 好 他直接原生就有扣 就有Duck 確認一下沒有在放 OK 好 那我現在講這個 我今天想要在Index 那個 Duck上面找 找我剛剛想要講的那個 想要學習的那個 東西 好 那我就去找 好 我就去search 規律一下 那我就找 我這家關鍵制服幫圖 剛剛那個Low Station 然後就找 咦 官方的 可是好像沒有這個Low Station 那我就找一下 還沒有 欸有這個 欸這個有 對不對 可是他 他好像 不是Trust的 那我就再去找 欸有找到這個 那這個Trust的 那我相信他 OK 那我去看一下 因為他有勾勾嘛 有勾勾 我是覺得 他有把他的Duck file 全部給出來 你可以看他的那個 他有很多詳細的 這個 這個他是嗎 那這裡面就有列出來 你的Duck file裡面 嘿 就很清楚 因為他是用 他把他的這個Duck file 用GitHub 然後清 D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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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就會有一個Trust 一個Low 然後你就知道他是用哪個 紅色片嗎 如果你 我覺得 除了看Duck 那個Duck的官方網站的那個Duck file的說明 以外 其實還可以看 欸我後面有連結 就是人家的那個Duck 在GitHub的Duck file 其實我覺得也是一個很常的教程 好 那我就拉他的吧 那這邊就拉 開了就用 開了就用 用了就吃了 OK 當肉完了 因為我之前有當肉過 不然我這邊當肉完你們到時候都跑掉了 好 然後就開始Run 好 想對了嗎 好 ok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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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9 這個報索桑 9 200 有放起來 但我忘記報索桑 8080 我還是看一下他的文件 9300 這個號 應該是 他應該是 這個應該是 他應該是 他應該是 他那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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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 看起來是9200 看起來是9200 9200 我要加那個 OK 好 反正他又起來了啦 只是我不知道說他到底 他其實 Service是有起來的 那 我看一下 等一下 這時候又06 一個指定 一個指定 這個是 指定 這個是指定 指定 9200 9200 80 80也有 原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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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知道我們只有用嗎 可是他裡面的這個Duck這個PS 沒有紙喔 你只有開三個POP 51492跟92920 好,Key了掉 他另外一種方式是用這個 這是好像連 他連那個用RM的方式是把 跟Key好像不大一樣 你要進Key掉 他是一個人的RM 人有耶 你沒有80塊 80塊 Name Array Assign 他其實已經丟了 他在...他其實在應該... 你不要給Name 要給哪個呢?這個 就順利件Name 啊 啊,可以了 試一下 這是80 這80剛剛... 啊,不好意思 這個失敗 這一個沒有拉... 你不知道他怎麼Fu起來 不過基本上我主要的意思就是說 你今天用空OS的話 你其實他原生就有... 他原生... 就已經裝好Duck 然後他的... 他的那個東西都很乾淨 然後也很簡潔 所以我覺得... 我覺得啦 我覺得如果你今天... 純粹要想學Duck 的話 我反正你去問空OS 而且他還要Cluster這些機制 他未來可能會發展 他還滿完生的 哎呀,我這個很可惜 我之前還稍微... 你看... 不是啦,不過... 這是我另外一台啦 不過他基本上... 自信完大概就是畫面 資訊完這次的畫面 他只是記錄一些 這個 然後這個就 奇怪 十三日不行嗎 因為我們弄 沒弄 好 數十星在資訊 所以我是覺得你如果學搭課的話 你可以嘗試用空OSM卡 那你今天他也可以在這個遺棄度 如果你遺棄度的話 直接他有image 直接從他的image把它launch起來 看你是哪個區域的路跡 像是日常日常 你直接就把它叫起來 好 叫起來你就可以用了 只是要付錢而已 因為他這個不是 好 我就登錄了 好 他就叫你選嘛 對不對 可是因為他 我懷疑這個Michael的還是要簽 就是說因為他不是屬於免費的方案 他免費方案只有Nina 那我們就繼續下去 所以其實重點還是在於 DAC他很方便 你直接拉了 拉別人已經view好了 你就省去你還在建OS 還在裝application的那些 那個server的process 你直接面對的就是config就好 對不對 那當然就是延伸閱讀 然後 就讚 就是config 就是邊有進過的 他有教你們 就是寫DACFI 然後他有寫好幾個 有沒有 有沒有 他這個 TUNCAD也有 然後 像剛剛的S2B 那曲 然後 Jankis 然後 像那個 像我 我是寫假的 有時候 他們的DACFI 就 沒有裝 那就可以看他 他怎麼 怎麼寫DACFI 對不對 對不對 他就拉 拉這個 這個basic image 然後自己去 裝 裝 裝 然後 裝 然後 射換句片子 好 再來就是幫 他一個一片這個是幫DACFI DACFI減肥 他就是說 可能要 你有一些東西他是不必要 你要幫DACFI 好 可以去減肥 什麼東西不要 繼續 再來就是 像如果你自己有一些 也要View一些Image 你也可以不一定要用 那個GitHub 你可能不想要對外公開 那你就自己 自己放在一個Respostory 自己放一個Git的Respostory 然後你自己去 還可以射到自己 自己的 Git Server 對不對 你不想公開嗎 因為不是每個人都想要公開 那你可能是你的Production的環境 那你自己 把Git DACFI 直到自己的 Git Server 好 好 再來就是剛剛講的那個DAC 這個方式 就Link 他有個Link模式 就是Link方式 你今天就可以 原本是 假設他今天Radius 一個Radius 一個 這是一個Content 可是你 如果你今天用那個Link的方式 你可以切 你這邊就可以抽換 你這個地方就可以抽換 你可能可以 那個 就可以說 這個又點到這個 就可以抽換 這個我還沒試過 但是我那時候去看 覺得這個 有點像 有點像那個 PARSEE的一種方式 類似PARSEE的方式 OK 所以你就可以 你這邊就 這邊都完全設定都不用改 你只要去抽換一些設定 你後面這個 這個Radius Server 你就可以馬上就可以 可能real time就可以切 那你就可以 就 不用把Service down下來 就直接 直接二十小時 走二十二乘七 再來就是這個 這個Doc UI 剛剛Vili也講過 那這個我就不講 然後我們講另外一個 那個 飛機針的那個 我們現場而來 他寫的 他寫的那個 幫Doc 寫一個UI 然後那個 我還試過啦 他是 他是覺得那個 原本的太肥 所以他就 充滿 他就直接 充滿 有問題可以問他 坐著在這邊 好 好 好 所以 Doc 就是你後來就是 有Doc的 cluster 一個問題 像這個就是 desc 還是 Doc 但是他好像是 為何的 clusting 他是為何的 所以你用這個方式 他也可以 可以 我們可以稍微去看一下 我是覺得 稍微知道一下 有興趣你們在深入 對不對 然後再來就是這一個 另外一個 另外一個 也寫了一個 一個 這個 這個 還有寫一個 好 然後再來還有這一個 設 派適 就是 他這個 你看他背景之後 他自己斷掉 他會去裡面 有沒有 所以他是一個 你可以去稍微示範一下 然後他有介紹 有一篇文章就在介紹 所以 就剛剛 我剛剛那個 Doc的 你看你可以 補置好幾個嘛 對不對 那你剛剛就可以做一些 如果今天 那個container 是不在同一台 那你就可以 把他分散 弄Lobby 可能可以用 弄Lobby的方式 把他分散掉 對不對 所以 這篇文章他就是 教你怎麼用 兩個container 然後後面還有三個container 四個container 四個container 三個好 我記得好 反正你就可以一次跑好幾個 那就跟 那就是名副其實 就跟這個一樣 就這個 我記得他就小人撥 對 好 OK 好 那 就大家知道 你這些雙刀是被人騎 所以 所以 那他 看到這個國父的臉 不是很高興 我歡迎 OK 好 然後 大概 分比嗎 大概 那我們去演那個 菲律賓 精采